她叫查理兹赛龙,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之一 曾经因为太美,她被伤得体无完肤 15岁那年,母亲为了保护她,当着她的面手认了丈夫 进入好莱坞后,人们因为她的美貌不愿意相信她会有演技 认为她能演的只有花瓶 直到赛龙自毁容貌出演了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将她送上了奥斯卡的宝座 颁奖礼上她说,当所有的光环退去,能留下的只有作品 我终于证明了,查理兹赛龙不是一个花瓶 从那之后,她在毁龙的路上越走越远 前几年,为了一个角色,短短几个月,她暴增50斤 只为演好一个女人在生了三个孩子之后真实的状态 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丧偶式婚姻故事 故事主角叫马洛,她马上就要被孩子搞崩溃了 马洛的儿子有强迫症,一不顺心就疯闹 停个车都能把他妈折腾一场 女儿刚到八岁,有点叛逆 而马洛肚子里还有一个,是意外,马上就要生了 这天,儿子的老师又叫家长 他以和不是肉迷的态度对手头有点紧的马洛说 你儿子需要一个专属看护 专属看护,可要好几千 马洛拒绝了,老师说 如果不适合,你就带儿子赶紧转学吧 马洛不敢反驳,他红了眼,然后走了 他来到咖啡馆冷静,想买杯低音咖啡安慰一下自己 结果,旁边的女人鄙视道 结了婚,有了娃 他就连好好喝杯咖啡的资格也没有了吗 马洛有点失落 这时,曾经的朋友恰巧路过 他差点没认出马洛 毕竟现在的马洛又胖又挫 而朋友却还是那么瘦,那么有活力 就像二十来岁一样 朋友没结婚,依然居无定所 但马洛看着居然有那么一丝羡慕闪过 带着老公和两个娃到哥哥家 哥哥一家热情地招待了马洛 但马洛的老公却觉得很不舒服 小舅子混得比自己好 让他觉得自己特窝囊 看着妹妹累得不成人样 哥哥建议,亲个保姆吧 没得马洛拒绝 哥哥说,我已经给钱了 可惜老公不太喜欢这个保姆 他觉得这样小舅子又有借口 看不起自己了 他对马洛说 马洛顿了顿 没人知道这一刻的心情 是绝望还是愤怒 当晚,马洛生了 生到第三胎 他连惊喜都失去了 看着这个意外的孩子 他连抱的欲望都没有 声誉让马洛变得毫无尊严 必须拖着直尿裤走来走去 在护士面前尿唇 羞辱让马洛瞬间爆发 对方也只是说 唉,当了妈就不再是姑娘了 她必须变得坚硬又无敌 之后的日子基本就是腹脂粘贴 在一地狼藉中睡着 醒来,喂奶,擦拭,哄睡 来来回回,重重复复 老公每天啥也不管 留下一吻就溜之大吉 受马洛独自面对 这全年无休 没有娱乐 没有睡眠 没有社交 越发抑郁的马洛 看着一地屎尿 只能用吃来排解焦虑 他越来越胖 越来越憔悴 被养娃折磨得不成人形的马洛 当面递死了 嫌弃自己儿子的校长 看着怎么都哄不好的宝宝 他终于崩溃了 早知道不生了 他打通了哥哥给他的号码 深夜老公回来 看着速冻披萨很不满意 听说老婆请了保姆 还是小舅子给钱 他挑眉道 毕竟日日夜夜没个整教 天天对着尖叫孩子的 不是他自己 十点整 保姆来了 居然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 看着他的细腰 再看看自己 马洛酸了 姑娘叫塔利 用不着马洛叮嘱 塔利就把娃带得得心应手 但马洛还是有点担心 他问老公 老公顾着打游戏 说 这一晚 马洛终于睡了个好觉 被照顾的感觉太好了 就这样 塔利被留下来 他就像个田螺姑娘 不仅照顾孩子 还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甚至给马洛的儿子 做了杯子蛋糕 虽然马洛的老公 每天还是老样子 每天加班 回来抱抱孩子 亲亲老婆 然后就回房 但一切确实都在变好 老师不再迪斯马洛的儿子 老公对他也越发爱护 曾经臃肿的身材 也开始窈窕起来 因为塔利 马洛终于腾出手 陪孩子闹腾 健身 甚至做美味的烤鸡肉 本来故事可以结束了 直到 非常不对劲的一幕 第二天早上 老公终于上手带娃 而马洛也同样春风满面 在哥哥的派对上 老公终于放下自尊 说了声谢谢 哥哥的表情 一脸迷惑 当晚 塔利游说马洛留下孩子 两人来到城区一所酒吧里 在那 塔利和马洛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奇怪的是 事故现场 人们只找到了马洛 原来 塔利从头到尾 根本没存在过 做饭 带娃 伺候老公 半夜起床 一直都是马洛一个人 那些主流社会的要求 逼疯了马洛 女人必须经历无限 出的厅堂 入的厨房 要儿女成群 还要挤出时间健身化妆 要照顾孩子 还要给她办生日会 做纸杯蛋糕 为了面对这一切 马洛只好分裂出了一个人格 社会主流对女人的期待 是生完孩子 还像个少女 精力无限 工作卖力 入的厨房 出的厅堂 儿女成群 还能挤出时间健身化妆 能做完这些的 都是超人啊 这些要求 让那些拼尽全力 也做不成超人的女人们 无比失落 觉得自己不配成是个好妈妈 马洛就是这样崩溃的 在生了孩子以后 她感觉 全世界都在监督自己 怎么能喝咖啡 怎么能撇下孩子 和闺蜜出去喝一杯 怎么能给孩子 吃速冻产品 怎么能对孩子好 好像女人 做不成完美的妈妈 人生就是失败的 而爸爸有了孩子之后 聚会 喝酒 打游戏 一样没落下 叫嚣着上班辛苦 下班回家啥也不管 打游戏 玩手机 能帮着换一次尿布 充一次奶粉 就要被夸上天 懂得说句 老不辛苦了 就要对方感激落泪 甚至有的还依旧像少爷一样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觉得早晚给孩子一个吻 就已经很足够 却不知道 妈妈们一晚上还要起来无数次 换尿布 喂奶 哄睡 在无数个日夜 重复着机灵狗碎的生活 他们的疲倦高压 没人理解 甚至不被认同 几乎所有人都忘了 就算生了娃 作为母亲 她也还是一个人 一个需要照顾的 脆弱的个体 说实话 其实所有人都心智肚明 育儿才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 宁可加班 也不愿意回家带娃嘛 只是带娃可以 前提是 妈妈起码要活得像个人 这样 她才能成为一个好妈妈